你一定想不到,黄焖鸡将是你日后招待客人的拿手菜 即便是厨房小白,也能做出大厨的味道 剁好的鸡腿冷水下锅 葱姜料酒去腥 大火煮出鲜沫,就可以捞出来 像这样,然后最好找个焖锅 炒香大料,就可以放入鸡腿 象征性的翻炒两下 重点来了啊,两斤鸡腿只放一包黄焖酱汁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要放 然后有啤酒的,放罐啤酒 也可以去腻增香 最后加半碗热水,放入香菇和冰糖 十分钟后,放入土豆,再焖五分钟 土豆软了,汤汁稠了 这会儿放入青红椒 每周必吃的黄焖鸡就做好了 你也赶紧试试吧